Leo聊四季 天天的五星 大家好 我是Leo 今天來看伊索比亞人對上謝謝羽人 這場比賽也是天梯的阿拉伯地圖 好 先來介紹一下紅方選擇的文明是伊索比亞人 伊索比亞人最大的特色是他的攻擊速度 是特別快的 伊索比亞人他升級時也會獲得100肉100公斤 對於升級來說是有大幅提升的 甚至在團戰的外加來說 免費的100斤100食物 讓他可以上肩點下一級射 伊索比亞人後期也可以打駱駝 彎刀勇士作為主力 搭配大衝車火砲進攻 都是比較適合伊索比亞人 接下來介紹一下 西西里人開局即掛網 這一把是不是沒救了 有史以來看到遇到世界冠軍等級的玩家 然後掛網一分鐘 然後快兩分鐘 然後才開始按村民 這個是什麼情況呢 他說我掛網了 OK GG 那他要G嗎 也沒G 你D三春 可以嗎 你是黑拉你可以D三春嗎 好OK 哇 真的D三春 HERA開局D三春 讓對手 當然是即死D三春 對手這裡還是村民落後啊 哎呀 開局就有重大變過 我怎麼突然看農伊紋 哎 結果 HERA看到對手說我只有五春 結果HERA也把村民D到五春 哇 HERA真的是超講武的啊 怎麼辦 我開始要變成HERA粉 哈哈哈哈 最近我有從MIPER粉 變成HERA粉的趨勢了 HERA這個行為 讓我深被 喜歡他啊 這個 講求公平 跟正面較量的玩家 我特別喜歡 像WIPER啊 HERA 也是這種類型的玩家 MBL也是 MBL以前比較開稿 但現在MBL也變得很好玩 好 我們繼續講解西西里 那西西里呢 這個文明特色啊 他每點一個農田技術 這個農田肉 就會翻一個快要一倍左右 還是有一倍 不確定 所以說呢 西西里人 他後期的農田肉量 非常的可怕 再加上如果 打團戰時 隊友中國 西西里的肉量 這個農田的肉量 是直接突破天際 但是這個效果 只是讓他 可以省點木頭 在這個農田上 並沒有辦法 讓他增加快速 採農田的這個能力 這個是 斯拉夫跟普蘭的能力 所以 西西里人呢 他的經濟來說 基本上是 沒有太大加成的 但是他呢 一開始有多一百石頭 可以多多打這個 成樓塔弓 進行壓制對手 換取一些經濟上的優勢 所以西西里人呢 他後期主要還是要打這個 護兵跟起兵路線 然後做一個強金式的壓制 會比較適合他 那西西里人的起兵呢 還有所有的陸地單位 都有這個傷害結兵的效果 例如西西里人出強奴拼 遇到這個戰毛兵的時候呢 也會減少額外傷害比較少 那他出重裝騎士 遇到對方的擊兵呢 也會比較沒那麼痛 所以西西里人 是對於一個玩家 你比較喜歡 無腦出騎士 一直按同一種兵種 一直爽的文明 的話 西西里人的話 其實蠻適合你的 那西西里人的薩金特衛兵呢 也是雙防非常高的單位 所以整體來說 西西里人有點算是 弱霸的 條盾 感覺 就是他的單位呢 都是非常的坦 所有單位 那條盾是只有騎兵跟步兵 但西西里人的強奴 遇到戰毛兵 坦度也是不錯的 好 那我們來看到這邊 西西里人是拉了一坨野豬 正常開局模式 模仿早早就下了 那這裡應該是打一個 軍營開局 不是軍營開局 而是一個正常開弄 那Hera這邊呢 是一個 三個人伐木 然後已經下了模仿 那應該也是正常開局 轉弓兵 好 那待會還要再補木頭 這邊先補一個房子 要卡人口 好 軍營補在最外圍 這條路趕好趕滿 那Hera這邊是 村民宿稍微落後對手一點點 那這張開局 似乎對Hera會非常不利喔 因為他這邊肉量非常少 他已經把這些村民給刪除掉的關係 所以這些肉就已經消失在這個遊戲裡面了 所以沒有辦法去追上對方的經濟喔 是正常的 甚至現在的封建時代都還有點小小的困難 好 大家趕快吃這個路喔 多吃一點 還有這個 果子待會也要吃一下 好對方一個撞TC OK 鬆一隻石頭 可以 剛好平衡一下 讓Hera這邊肉量 有點平衡回去了 好 那對手也沒有把所有的路趕完喔 對手說 Oops 這個是抱歉的意思嗎 好像是喔 最近呢 雷歐其實我有在學英文 但雖然學的進度很慢 就是慢慢的學 慢慢的學 所以多多少少 有看得懂一點點英文 但比較複雜史喔 還是看不太懂 所以大家不知道有沒有 什麼推薦學英文的方法 可以介紹給我 好 那我們來看到兩邊已經送到封建時代囉 謝謝 人這邊已經封建時代還剩30秒 這邊果子四個人開吃 然後伐木是五個人 補下了均勻 待會馬舟就可以馬上補下了 時間應該是差不多的 好 補下了馬舟 Hera這邊也是有偵察到 可以去馬舟開 那西... 那西... 西索比亞人一定是會開這個射箭塔開的 當然也可以馬舟開喔 但是他的馬舟... 蠻看情況的齁 好 那這邊是有三棒棒出門 所以這邊一定要轉工兵 那如果沒有轉棒棒的話 就可以轉肉馬開了 那西索比亞這個特性文明來說 因為他沒有馬功喔 所以他打這個棒棒 轉這個射箭場 會更適合一點 以流程上來說 銜接會比較好一些些喔 好 但這邊有升級裝甲是比較... 強力一點喔 但投資的肉量非常多 而且西索比亞升級會給100肉100黃金 雖然按完裝甲步兵升級 壓力也不是特別大 甚至也可以點下一級伐木 好 這個就是我們剛剛開頭提到 這100肉100金 對於高手來說 是非常重要的 好 那西索比亞人 這邊是把家裡的資源點維好 槍兵過來追一下洛馬 三隻裝甲還在追 直接收掉槍兵 來 槍兵沒有碰好 好 目前對手是準備要來灑人五片條 看到這個農田肉量 340肉 一般的農田喔 大概只有175肉 不好 變成一倍的肉量 你點個一級農 也不會夾到這麼多肉 我記得好像200多而已 所以西索比亞人的 點一級農的滋獲的農田肉量 真的可以省下很多木頭 好 這邊兩隻刺頭 擊殺掉了Hera的工兵 這邊工兵居然沒有帶槍兵出門 這算是Hera的一個小小失誤喔 正常來說 工兵出門 一定要配槍兵喔 當然這邊槍兵也沒有按下去 這邊不往下路走 要往走上路 這裡魔防繼續修理 但這三隻裝甲 做到一隻村民的工作時間 還讓他浪費時間在這邊敲模仿 浪費資源去修理模仿 所以這個三隻裝甲前期做到事情 其實很多的 好 Hera是把自己家裡可以為死為大 把這個金幻也全部圍住了 空兵往上出發 右邊有個洞 空甲步兵上去反擊 刺猴 這邊拉了一隻村民 直接用四隻刺猴打死了裝甲步兵 OK 裝甲的問題解掉了 那Hera上方的進攻會如此順利嗎 感覺是沒槍兵撐不久 我是西西里 看到兩隻工兵加一隻漏馬 絕對是往上去先把工兵A掉再說 所以這個不帶槍兵喔 就有點奇怪 有點奇怪 好 這隻四隻漏馬過來 雙方目前都是30隻村民 四隻漏馬 稍微繞一下 槍兵過來 捅得一發 哎呀 捅到了 這一隻村民 圍個一下 好 吸引一下槍兵 結果這隻村民要被擊火掉 哇 這隻村民 圍得很好 槍兵直接讓西西里馬變成競技場 哎呀 Hera 這個手術越來越想viper啦 Nice nice Hera這邊 真是玩得很好 這英文要怎麼講 Good play 好操作 好 那家裡守住了 工兵也開始進發了 你的漏馬不在我家 這邊抓一隻村民 有賺有差 好 這樣你就可以變一換一了嗎 OK 勝利收掉 這兩隻工兵過來 這裡伐木工 沒有毛病 有在按嗎 有 漏馬趕快按個一隻 出來擋一下 不然殺到家裡了 這裡只能收村 不然村民又要再掃了 哇 又死了一村 Hera這邊守住了一隻工兵 但已經賺了 只要有擊殺到一隻村民 都是賺了 何況是兩村呢 那 這兩個村拿下之後 就已經經濟起飛了 好 Hera這邊應該是不會再繼續進攻了 因為準備要來生城堡時代 那點完城堡時代之後 才會繼續補這個射箭場 跟工兵的數量 或是直接打一個單射箭場 然後轉這個二級射 還有這個彈道靴 但是對方都已經有這麼多的毛病了 我覺得補第二個射箭場會更好一點 或是直接轉馬就 對 轉馬就出馬 都是一個很好的反制方式 好 這邊工兵在家裡防守一下 好 射了一下 但是修了防子 並沒有繼續進攻 看到大量工兵在右邊 謝謝蟻人馬上拉了一堆毛兵過來追趕一下 能不能追到呢 好 又一貼近了 好 這邊用刺猴想要讓Hera去射擊右邊的刺猴停下來 但Hera這邊也是拉了三隻刺猴過來應對 第一時間過來 但是毛兵跟刺猴被分開了 這邊刺猴就可以往上追擊毛兵 毛兵看起來是躲不掉想要回頭反擊攻兵 這邊工兵是低打高 高打低 毛兵是低打高 所以這邊傷害減傷很多 基本上是一隻工兵都換不掉 直接全部被收光 蟻人這一波的操作似乎有點出現了問題 讓自己的兩邊的兵團分開走 很容易就被兵全分開 這樣兵力就無法集中了 好 利索比亞人這邊是點下了奴兵二級射 然後有轉這個肉馬 單射箭長 然後轉兵二級射 那就是我們剛剛說的這個打法 轉肉馬的話就是這樣子 他可以出騎士或駱駝 都可以 這邊是選擇駱駝 選對方的刺猴是較多的 稍微想要先反擊一下的樣子 好 騎士再補一隻 欸 最後還是轉騎士了嗎 我想說騎士應該會好一點 我們頻道也在說 這個遊戲騎士是城堡時代初期 最強大的單位 就是出一隻賺一隻 好這邊取消伐木場 後面補了一個新的城鎮中心 西西里決定要來打一個轉手回攻 遇到這種情況 對方有這麼大量弱馬 你也不太好用這個僧侶去反制 因為他有抗招響能力 而且僧侶也很容易被弓箭手給射掉 現在最好的辦法 就是自己出大量騎士 去反制 或是直接轉出投石車或奴靠 去打這個工兵單位 好 那這邊西西里的打法 決定是要用騎士 去應戰這邊大量奴兵跟肉馬 那這邊還有一些新騎兵 點下一下二級馬凱 提升一下耐礦箭矢的能力 那以索比亞人 如果見到這裡這麼多騎士的話 可能要轉一些駱駝 會比較好打喔 但是我們剛剛有提到 西西里人有這個抗外增上效果 所以駱駝的打擊傷害 可能也並沒有那麼優秀 好這邊攻擊過來 還有10秒鐘 這個房子能撐10秒嗎 星爆七流轉要來了嗎 沙巴斯托 我 不衝 這個房子都幫你扛10秒了 你覺得很沒上啊 西西里 好後面的騎士要越多了 先點掉肉馬 減少一下傷害力 西西里 這一波可能打不贏了 哇 HERA這邊細節處理得很好 先全部點掉對方赤猴 現在赤猴比較容易被秒掉 好這個房子再不成10秒了 但是工兵進來 村民要撤退了 HERA這邊的兵力補得非常越來越多 西西一直被壓在家裡打 這一波騎士動一上前 二級馬卡頂著箭矢的傷害 直接往後衝 HERA直接躲在了後方 工兵還是被騎士給貼到了 這邊伺候加騎士 可努力想要反擊回去 西西里的騎士 但西西里的騎士這裡也是越補越多 這一波最後可以收掉所有的工兵啦 能收掉所有的工兵的話 就天下太平了 工兵好一隻工兵 要不要先砍掉呢 好這邊騎士終於打了回去 西西里人抱了全軍之力 擋住了HERA的第一波進攻 西西里人這波打得蠻漂亮的 沒想到坦住了傷害 好這裡HERA是決定 繼續出黃金兵 工兵配上騎士 一個非常標準的 把這個前期的黃金兵全壓制的打法 爛出一種垃圾兵也沒有辦法打得很好 這個隊型最麻煩 一定要出工神器或者是大量騎士 才有可能搞得定 好這裡農田被射掉三片田 HERA現在是3TC開農 那西西里人現在是3TC 農了上去 好右邊房子 搏了起來 好這裡看到騎士 走路過來想要進行一個前期騷擾嗎 唉唷看起來還沒有 最近還是要反打一下 看一下可不可以敲破房子 但是有可能被關起來喔 這裡居然沒有補洞 欸呀這個 HERA居然有點小小失誤的感覺 這個洞要是補起來就可以關起來了 好當然沒有關係 西里現在這邊砍得很開心 HERA正面呢 喔這邊看一下 這邊大量騎士也又再次貼上西西里人 西里人這邊瞬間 被吃光了所有的弓兵單位 HERA這一波打得有點虧啊 說明樹也被塗了一些喔 說明樹稍微下降到剩66村 但還是目前領先 西西里人56村的經濟喔 好下方騎士順利收乾 3TC繼續運營 後方補下了一個新的市集 好右邊這裡補下一個新的城鎮中心 左邊補下了第三個 3TC 4TC喔 哇靠這裡很濃很濃 但西西里打到這個時間點 他的這個農田的肉量優勢 就會慢慢展現出來 省下了這個大量木頭 就讓他木頭的壓力就會小一點 可以去轉出更多TC跟農田出來 暴增自己的經濟 所以節奏上來說 西西里人要等到30分鐘後 或是25分鐘之後 才會比較有明顯的經濟優勢感 但說優勢也不會到非常優勢 但以對上伊索比亞這個文明來說 是非常優勢的 這個個性 因為伊索比亞的經濟加成呢 就只有升級吃的100肌 100肉而已喔 所以黑羅這邊呢 也是要打一些強軍事喔 去壓制西西里人才行 那這邊的壓制喔 似乎都也被西西里人的騎士給擋了下來 尤其是順利收掉嗎 沒有辦法 沒有辦法砍到村民 但左邊這裡又有騎士擋住 那這裡比較值得一提的是喔 有人會說 欸為什麼黑羅拉這邊是出騎士 而不是駱駝去打騎士喔 伊索比亞人的駱駝並不是很強 沒有三級馬卡也沒有品種 用駱駝的話 雖然打騎士有額外增傷 還是西西里人的 額外增傷的這個傷害減免喔 也是有的喔 所以打起來喔 其實打久了會拚輸喔 因為他的二級馬卡跟二級攻點完 甚至是可以打贏駱駝的 那如果是出騎士的話 他就這個減傷效果 就是變成0 就是不會有這個減傷的部分 就是正常的傷害值 那一定要點一下皇族血脈 伊索比亞 點一下皇族血脈 陳寶時代喔 跟騎士打才會有優勢喔 那如果跟對方重裝騎士打的話 也有可能只是打個五五開而已 所以伊索比亞人打對方騎士國 而且就是西西里的情況下喔 最好還是轉出槍兵喔 會比較好打 因為這個資源消耗才不會那麼的重 這邊攻兵過來能打嗎 數量並不是那麼多耶 好 點掉了一隻 騎士一隻一隻收掉喔 有機會嗎 欸 殘血拉走 西西里這邊操作還不錯 趕快拉騎士砍一下 但是這邊攻兵射速實在太快 伊索比亞秀攻兵 點掉了殘血騎士 這邊高打低繼續進攻 騎士這邊收掉了兩隻攻兵單位 順利的拿下 哇 五隻攻兵活了下來 好 當然是西西里人家裡 也有騎士 但是也被駿養起來 哇 能駿養 Hera的騎士真的是 一件幸福的事情 好 這邊直接變成鬥技場 決鬥吧 騎士boy 又淹過不去 尷尬 這裡有洞 這裡有洞 好 那 騎士里人 這裡是沒有辦法 馬上解掉的 這個洞實在太狹窄 變成單挑競技場 來 看殘血騎士會打贏喔 你怎麼把全部的騎士拉走呢 你的騎士會打輸吧 WO Only one 好 剩下一滴血 他打贏了Hera的騎士 但是 這個有點神險 血量剛剛差這麼多 好 那最後呢 果然喔 Hera的騎士打久了 還是會打輸的 駱駝騎士也是差不多的感覺 所以 這邊還是要趕快轉槍兵喔 或是更大量的奴兵出來防守 伊索比亞這邊 已經準備要點下帝王世代了 騎士里人可以把握這個時間點 趁了Hera點帝王世代的 這個生地時間 擊破Hera大量村民 才有機會逆轉 好 這邊弓兵還在甩弓兵 右邊沒有補下更多騎士過來 這邊最後才點下了耕種技術 這裡圍了一個小洞 這邊弓兵繼續夾住 弓兵射掉了非常多騎士數量了 果然伊索比亞人喔 就是要玩崩兵啊 不然要幹嘛 對不對 攻擊速度之快啊 CP值其實還是很高的 跟圍巾的狂山四方比起來 伊索比亞這個加成喔 是真的兇啊 哇 好痛 騎士里這邊 騎士狂暴 想要衝TC 但是沒有衝到任何一村民 就被Hera的弓兵全部擋了下來 這邊用手撕村民 這隻騎士能夠拿下嗎 哎呀拿下拿下 搞定啊 好 但這邊騎士數量點大喔 高打低 Hera這一波會包死 這一波會危險 但沒有包得很完全 這邊拉打很漂亮 還在拉 繼續射 看能射多少就射多少 後面單位還要繼續按 好 這邊鑽一個小洞 射掉殘血的騎士就差不多了 好 那CC就還是順利解掉這坨工兵 Hera這手點下帝王時代 那這裡均勻可能要再多補一點了 現在要抗贏這些騎士 不轉均勻嗎 而且要直接鬼轉皇家 皇族血妹 彎刀勇士 佩洛朵 好補世界場 不補均勻 好 CC這邊補下輕奇變身級 也點下了帝王時代 現在騎士到處都有在騷擾的跡象 但是Hera這邊防守還是做得很到位 迅速趕快用工兵之恩援 之恩援完之後 馬上去解掉這些騎士了 好CC人這邊可以打算 點一下二級供一下 待會可以直接升三防三攻 好 重裝騎士 下方補了一個新的伐木場 右邊的部分沒有看到太多的變化 點下了二級龍 帝王時代補下 兩邊的地方時間差距約為一分鐘 比索比亞 這裡的工兵數量 回到了40隻的可怕數量 哇 這40隻的工兵 一直在家裡防守 好 這邊過來 好 這裡射擊 微下來得及嗎 有個洞 這裡 有看到嗎 哎呀 滴農田來不及 哎 滴農田來不及 剛剛有滴掉這個農田想要蓋房子 好 其實剛剛只要補一個木牆就行了 剛剛一點 好 滿了一拍 伊索比亞得了一點下的強奴 可以化學三級射 帝王時代改點的都點了 好 那這樣工兵就會來到最強狀態 西斯以仁 這邊是否能夠擋住伊索比亞的迅速射擊呢 好 這個大家都說 這個遊戲的工兵 是打不以騎兵的 那Hera 現在就好證明給你們看 工兵單位 是可以屌打騎士的 是要一直甩弓 這個拉打 就像打這個 LOL 一直這個走A走A 是很重要的 西利國的走A 也是相當重要 好 這裡補下非常多的工材器製造所補下的衝撤三級 這裡想要直接衝車開頂嗎 伊索比亞這邊有大衝車 而且有這個扭力彈射器 而且這個扭力彈射器 不只是火炮 投石車 弩炮 會增加這個攻擊的範圍 甚至連衝車的衝的範圍也會增加 所以伊索比亞的都更效果 應該是衝車裡面的範圍最廣 但以都更效率來說 應該是蒙古的衝車更有威力一點 這邊移動速度更快 更快可以接觸到敵方的電竹 Hera這邊補了一根城堡 然後開始挖石頭 防止對面的馬舊騷擾 這邊用衝車 吸引城堡的箭矢傷害 點掉了西西里的少量的殺金特衛兵 後面的重裝騎士過來 鎖自家騎士有升級好嗎 有 防禦六點 哇 Hera這邊怎麼射都是兩點 重裝騎士鎖自家 是西里的最強殺氣 終於登場了 兩邊都是使用自己的文明特色 點出最強的傷害跟防禦力了 Hera這邊的工兵有點被騎士 假不太上去 這就是為什麼大部分人會說 工兵打不贏騎士的原因 體質上來說真的是會打不贏的 跟對方對A的話一定是 但支援量來說也是不太一樣 工兵單位直接被騎士騎上了頭 中裝騎士點下 Hera最後還是補了大量軍營跟槍兵 補軍營的時間稍微慢了一些 但最後還是轉了槍兵出來 Hera這邊投了點鐵 想要用奴兵嗎 但我覺得奴兵還是要出 伊索比亞的特色兵 強奴 工兵速度加成非常迅速 重裝騎士直接把城堡給打殘 後面的巨手也拆除成功 Hera前面這一波是 夾沒成功的樣子 後面重裝騎士直接海淹了過來 一直往Hera家裡一直狂奔 家裡沒有任何槍兵防守 只有少量的工兵 再驚喜防守 這邊重裝騎士的數量 開始有慢慢變少的趨勢 其實已人補下了大量的步兵 科技 這個步兵科技才在補下 展出了金瑞 薩吉特衛兵 三級農田 他利用少量的強奴 守住家裡的農地 但現在有點被 亂到生活法治裡 好 各邊這裡防守 中間大衝車 直接突破了CC的防線 沒想到Hera直接往左邊打 突然攻擊左邊的烙蛋城堡 右邊的城堡還有巨型投資基站 現在Hera已經轉出了三攻 三級的步兵鎧甲還沒有點 槍兵的傷害已經來到了巔峰 這時候CC人點下了第七十字運動針 十字運動針點完之後 所有的部隊都有抗招響的效果 而且每個城鎮東西都可以產出五名薩吉特衛兵 薩吉特衛兵精銳一點下 現在的數值呢是雙防4加2 那待會擊隊點完之後 就是7點防禦8點防禦 非常慘 而且傷害也還有基本的11點傷害 好 我們來看一下這一波的薩吉特衛兵 都可以反擊對方槍兵回去呢 比索比亞這邊的大衝車 應該是有點難逃 直接用大量的護兵往前壓制 這系人用一些弱馬開始往前彈 但是後方弓兵有點強 好 射這個薩吉特衛兵也稍微射很久 少量的薩吉特衛兵趕快到後方 打一下弓箭手才是重點喔 前面這一坨槍兵 不要理是最好的 結果被這些槍兵去吸引到了 哇 其實這一波操作似乎出現了一點問題 而且後來這邊有點小小的高地 這邊高打低順利收掉了西西里 西西人打出了GG 我們恭喜HERA拿下這場比賽的勝利 哇 HERA這邊前期蔣武德至低村 最後陣陣當當擊敗了對手 HERA真是越來越值得尊敬了 本來應該說本來就很值得尊敬了 哈哈 在我心目中他的地位越來越比HERA再更高一點點了 好 我們來看一下西西里 西西里這邊是拿到了食物的勝利 木材是輸了利索比亞一點點 經濟支援大概少輸了大概3500 軍事方面拿實在是來到1.18 但弓箭手文明的 本來KD就會現在說會比較好一點 但遇到這種有鎖指甲的騎士馬果 可能還是會稍微難打一點 所以重裝騎士 西西里這個文明打工兵果旗算是蠻優開的 但HERA這邊也是一個逆勢反擊成功 用了大量的工兵跟槍兵 成功守住了西西里的一波流 好啦 那麼今天的影片就差不多到這囉 那如果喜歡這部影片請記得幫我下訂閱 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 拍攝頒隊 製作人員 拍攝順庇 佳麥 拍攝順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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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拍攝順庇